Rolling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其實一個視像會議 無論有人錄或沒有人錄 其實基本上的邏輯和拍片是有少少相似的 所以大家記住要保持笑容 還有要保持自己的情緒 某程度上是有少少高漲 Energy要高些 當然要看情況而定 要看你那種會議有多含蓄或有多好玩 但Energy要高些 還有這種態度由頭到尾都要保持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對自己說的沒有熱誠 又或者沒有 passion 那你怎樣可以感染到在鏡頭另一邊的觀眾 根本是做不到的 還有記住看著鏡頭的時候 我都經常說是看著鏡頭 不是看著螢幕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無論用手機 或者用iPad 我們都會不知為什麼看著鏡頭 就不是看著鏡頭 記住了 有時候我都會自己畫一點在這裡提自己 要記住看著鏡頭 如果不是看出來就好像蛇躲眼 還有千萬不要忘記了 就是平時我們在現實世界 做一些會議有他該有的 tone and manner 其實在視像上都要保持著 tone and manner 雖然我明白有時候自己一個人在家裡 又或者是附近有家人在這裡 是很難自嗨 甚至會有一種好像很不好意思的感覺 家人在看著電視 那你就自己對著鏡頭自嗨 但我不管了 這個就真的要自己花一點時間去克服一下 還有我知道有時候開會的時候 我們都會左望右望 這個其實沒有所謂 但是記住左望右望之餘 得空望回鏡頭 又或者可能聽到別人說話 吐吐吐吐 給予反應別人 我之前有說過 這個就是大家的眼神接觸 再來 如果有什麼貓子 或者有什麼筆記的話 最好就是放在附近 有好過沒有 為什麼呢 因為有時候做視像會議 我們要顧及很多東西 可能有人dial in 可能又要take notes 又要看時間 又要做pre-send 其實有很多東西要理 有時候可能真的會亂了一陣腳 所以有張貓子在這裡 我覺得心會安穩一點 不用不要緊 最後要記住 就是要have fun 做事還做事 正經還正經 但是因為大家 其實坐在螢光幕前太久 都真的可能會有少少梗 有少少悶 所以適當地 少少have fun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除非你做會議 真是真是正經 擠都不少那隻 那些就可能未必可以了 最後也都希望大家 記住記住打醒12分精神 因為我之前有說過 就是可能會有人capital 或者將你的片段錄低了 作日後的參考 又或者剪在其他片 所以大家一rolling的時候 就當它像拍戲一樣 記住要是best behavior 你最好的你 你就要在這裡呈現出來 希望以上的重點可以幫到大家 在下一個環節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怎樣可以令到你的事在會議 變得更有趣味和更有互動性